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俩在提升团队有效性方面成绩突出 高效团队塑造的六部提问法 就是我和搭档刘斌在他们俩研究的基础上整理而来的 当你想迅速了解一个团队工作是否高效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这个工具来帮助你确认 罗吉斯瓦斯在理查德哈格曼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个工作团队的一个定义 团队是由一群人组成 他们的角色明确 而且互相依赖 为产生某些结果 比如产品服务或决定而共同担责 这些结果可以被评估 那么具体怎么使用这个工具呢 这个工具分为六部 对团队的有效性进行测试 分别是高效团队的定义 团队目标 团队构成 团队赋能 团队环境和团队性质模式 你可以将这个工具转化为问卷 促进团队成员之间彼此协作共同担责吗 团队成员认为自己在组织里面能够得到很好的成长和发展吗 第二步是关于团队目标的提问 你可以这样问 团队目标是否明确清晰 所有团队成员都清楚这个目标吗 团队目标相当有挑战性吗 团队成员必须竭尽所能才能完成吗 团队目标与所服务的客户关系密切吗 团队目标由领导决定 但是实现的方式与具体的执行由团队成员来负责吗 团队的目标会激励团队中的每一个成员吗 好 接下来是对团队构成的提问 可以这样问 团队相当稳定 很少更换团队成员吗 团队的人员数量合适 正好可以完成目标吗 团队成员的工作职责清晰 每个成员都知道自己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吗 团队成员的能力可以互补吗 有不同类型的成员 可以给工作带来不同的视角与经验吗 第四补是关于团队赋能的提问 团队成员具备足够的材质和经验来完成工作吗 团队成员清楚哪些行为团队可以接受 哪些行为团队不能接受呢 团队成员遇到问题或者机遇 有良好的全局观决策能力 而不只是拥有专业岗位技能吗 第五不是关于团队环境的提问 你可以这样问 组织不仅奖励个人绩效 也重视团队绩效的奖励吗 工作任务有清晰的大家认同的指标吗 团队成员清楚彼此工作绩效的进展吗 团队成员可以随时获得开展工作所需要的资源和数据信息吗 团队遇到工作的困难和挑战的时候 团队成员能得到及时的培训或者咨询吗 无论团队表现怎么样 团队领导都能给予及时的反馈吗 最后一步是关于团队心智模式的提问 遇到冲突的时候 团队成员能先反射自己的责任 而不是抱怨和指责他人吗 当看到上级或者其他团队成员有不好的行为的时候 团队成员愿意坦诚反馈 而不是沉默隐瞒吗 好了 第三个加上攻击箱就分享到这里 下一次我为你分享的是最后一个工具 个人职场规划的六个层次的提问模板 提问工具帮助你更好的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 那么在这个工具最下面呢 你还可以看到一个具体的表格 你可以直接在自己的公司里面进行问题的测试